据还没报道 韩国知名女星徐瑞芝 2020年因主演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爆红 不料随着走红伴随而来的是无数黑亮 接连爆出的精神控制前男友 谎称在西班牙大学读书 片场耍大牌与涉及校园霸凌等负面新闻 搞得形象大跌 真的验证了那句老话 人红是非多 对于广告商来说 徐瑞芝的这些负面新闻 无疑是一场灾难 据悉与他合作的广告厂商 2021年向他提出解约 并求偿12.75亿韩元 如今法院判决出炉 徐瑞芝将赔偿对方2.25亿元韩元 徐瑞芝经纪公司否认校园暴力争议 强调校园霸凌等指控 只是片面怀疑 经过确认后属于未查明的事实 因此仅是广告商单方面的质疑 经纪公司称返还部分代言费 是因为让广告商信任破碎 因此依照合约内容返还部分的代言费用 更强调学报并非事实 既然已透过司法程序并有了判决 也希望日后大家不要对徐瑞芝提出质疑与指责 曾经的徐瑞芝是广告商的宠儿 如今却成了套手山芋 这一切都让人唏嘘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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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